红色房间 范只隐藏在暗网的杀人频道网站 据悉那些网站会进行真实杀人秀或虐待秀 而参加者可以透过付钱或投票 决定受害者如何被虐杀或凌辱 同一时间 参加者彼此之间也可以及时聊天和叫嚣 仿佛就是个罗马斗收场 目前从暗网衍生出的红色房间传说 至今已经有许多个 而今天要说的 是出自2015年的虐杀圣战分子的红色房间 一切的开端 来自一则神秘网站的宣告 大家好 你是否认为 自己已经看过世界上最可怕的一面呢 在8月29日 0点0分 一个全新的市场将会在这个洋葱网址隆重开幕 我们担保即使是联邦密探 也会很喜欢我们的网站 随住全世界对ISAS的憎恨越来越浓厚 市场也蒙生新的需求和机会 现在就让我们满足你的憎恨 你现在猜想到 我们卖的是什么了吗 我们要和大家宣告 我们已经活着了7名ISAS圣战士 如果大家不信 我们非常愿意提供照片和ISAS色情影片做证明 而且所有在这里的活动 都是互动间直播 他们的命运就在你们的手中 当天我们会去保网站的直播聊天 系统运作顺畅 你们每个人都可以一边安坐家中 一边吃住爆米花 欣赏住我们伟大无味的 ISAS圣战士如何被残忍的玩弄 在直播正式开始之前 我们为大家准备了预先拍下的 正等待天国72位处女的嘉宾的精华访问片段 届时他们两位 圣战士会穿着女装 和我们一起玩一些很搞笑的游戏 直到一点三十分 我们会让你们投票 在两位圣战士中选出一位圣战士参加我们的触决秀 其余五个圣战士将会被保留作其他商业用途 所有在这里的东西都是免费的 开放给所有人参与 没有要求 没有限制 当然 你们可以捐钱给我们 但我们担保这绝对是自愿性的 而且不会因为第三方势力投放资金 而影响整场秀的运作 其余五个圣战士会被毫发无伤地保留住 更多的商业机会会在数天后公布 在这个网站中 所有活动都是无下限的 我们会玩的几乎和那些ISIS影片一样合法 你完全掌握了这些圣战士的命运 而我们很乐意听从你们的指挥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那天你将会欣赏到前所未有的震撼画面 我们将会对那些邪恶的圣战士上演一场莫大的复仇 我们将会在当晚创造历史 期待2015年8月29日0点0分 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是的 这篇宣告来自暗网 暗网流出了一个声称专门虐杀和贩卖 ISIS圣战分子的红色房间网站 就像大多数的暗网事件一样 最初网址是如何流出始终是个谜 听说最初网站没有任何设计 只有纯黑色的背景和方才提到的开张告示 网站声称自己是伊斯兰国的敌人 而且已经成功活捉了7名伊斯兰国圣战分子 他们计划举行一个虐杀圣战分子的直播秀 届时观众更可以及时互动 大约在网站发布三天后 他们毅然更新了网站的内容 用一张疑似囚犯的照片做背景并加了一段新的宣告 我们日以计业的工作 我们身处于战场中 生命无时无刻都危在旦夕 尽管如此 我们仍然坚持在限期前完成我们的工作 现在我要和大家宣布 其中两只伊斯兰猪已经被我们处决掉了 虽然处决得不太漂亮 而且我们现在的情况也不乐观 事情不像预期般发展 但那些伊斯兰猪的情况一定比我们更加糟糕 我要遗憾地告诉大家之前承诺的游戏 性交和虐待病不能如期进行 但虐杀和聊天室仍然是完全免费提供的 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能阻止我们 那些伊斯兰猪一定要被虐杀之死 没有一只伊斯兰猪可以活过今天 两只已经被我们处决 三只被送到其他地方 很可惜 我不能透露那是什么地方 但我担保那三只伊斯兰猪的下场 一定比留在这里还糟糕 我们一直以来的商业宗旨只有两个 猎杀和侮辱伊斯兰国 以及资助他们的敌人 红色房间是一门很艰难的生意 不单只成本高 还要承受外界源源不绝的贫瘠 于是 我们决定更改原定的经营模式 改为贩卖伊斯兰国圣战分子 给他们的敌人 你们没有听错 就是普通的人口贩卖 但这可是圣战分子限定版 我们想给所有圣战分子 一个充满光明的未来 还有一件更正典的事 我们拿到了充足的资助 所以这里的虐杀节目 依然完全免费 而且我们还会不时上传一些免费的照片 制造出一票圣战式电影巨星 我们为那些上帝的士兵 准备了六星级的住宿环境 这里所有的狗粮通通免费 而且还确保是猪肉 所有杯子都在满清水雨一些尿液 当然 他们有权利选择吃或不吃 这是他们自找的 他们不是声称自己是伟大的宗教英雄吗 最后 再一次呼吁大家 如果各位想支持我们 请示客观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所做的一切 对他们的残忍来说 不过是风毛铃脚罢了 至少 暂时是如此 伊斯兰国的敌人尽赏 除此之外 他们还上传了一段 21分钟的奇怪影片 影片开始时 有一名被套上白色面罩 疑似是圣战分子的人 蹲在房间角落 之后一个男人走入镜头 问了面罩男一连串问题 例如名字和岁数 等等 听读音那名面罩男 可能叫做 Essard或Nesser 岁数大约30多 之后他强迫面罩男 吃了一大块冰凉的生猪肉 已是亵渎伊斯兰教 被逼吃下生猪肉后 另一名男人走入镜头 刻意地 慢慢地在木桌上 摆上一件又一件 酷刑用的道具 包括大剪刀 铁钳 堆子和板手等等 接着 男人随手拿起桌上的刑具 狠狠一挥 砸在面罩男的脸上 可是由于画面模糊不清 无法看清楚 他拿起的工具 只知道 面罩男吃了一记重击后 立刻痛地捂住鼻子 鼻子则出的鲜血 随之染红了脸上的白色面罩 接下来的时间 那名男子发出痛苦的嘶吼声 而且鼻骨断了 大量的鲜血塞住鼻孔 使他难以呼吸 身体也不自觉地 前后抽出主 一直到影片的尾声 镜头外的男人 再次逼迫面罩男 吃下更多的生猪肉 另外还有两部损毁的影片 我们也无法得知 其内容是什么 而那时 整个网站的真伪 仍然受到大众的怀疑 网站主人的真正身份 他们究竟是如何 活捉圣战分子的 没有人能给出解答 但正是这种 扑朔迷离的气氛 激发了网友内心 最深处的好奇心 让专属ISIS的红色房间 在网络上掀起轩然大波 有些人认为 一切都是胡扯 因为洋葱网络 很难做到直播的技术 若真的要做 则需要很大的工程 但也有人认为他们会 不计一切代价 只为了替自己的同胞报仇 甚至有网友提出 这是某些研究机构 弄出来的社会实验 是一场大型的阴谋论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这是否是正确的呢 若我们参与其中 那是不是就和这些恐怖分子 没有两样了 许多网友提出了 在当天发动 D-DAS阻止这场直播 直到直播当天 这间本属于ISIS的红色房间 受到了大量D-DAS攻击 就在距离直播 正式开始前三分钟 网站突然停止运作了 这个事件 就这魔突然且迅速地 画下了据点 直到现在 网站荡掉的原因 仍然是个谜 很多人都不愿意相信 这是网友发起的 D-DAS攻击成功后的结果 但是失败在眼前 当再次回到网站时 网站的封面便成了 多谢各位的参与 活动已经完结了 之前的影片和宣告 也被删除了 七个小时后 网站正式被FBI停掉 留下了一堆未知的谜团 事件也就此告一段落